营现病的危害来讲呢 首先它不是传染性疾病 那么它的遗传的几率是有 有这种风险 但不代表着都会遗传 所以它对社会 对家庭的这个影响呢 可能主要对于患者自身 自身这个它的顾虑 那么它除了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影响以外 那么它可以累积心脑血管 也可以引起这个关节的问题 但并不说是累积 而是合并营血病的患者 它在并发这个眼睛的损害 和心脑血管的疾病 包括关节的问题的比例是显著增高的 但有一型是关节病营血病 那么它是跟营血病 还是属于营血病的类型之一 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讲呢 在我们临床当中 实际上危害呢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关节性营血病呢 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畸形 它的生活和功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除此以外呢 我们碰到更多的一些情况 尤其在前几年 就是患者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 求医心切 在大医院里面得不到一个 可以跟着的说法的时候 患者就会转身 寻找一些民间的验方 甚至一些网购的一些药物产品 有些药物它不是很规范的 那么这类患者呢 使用这些药物的反应 导致这个疾病的加重 往往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时候呢 患者可能多胀疾的受累 最后甚至死亡的病例 在这个前面几年 我们都是能碰到的 这都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岁 invro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岁 invro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